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25日,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北市省公共卫生局最高健康官员亨利本周三在省议会发布了近50页报告 介绍了该省自从发生使用毒品过量危机以来所采取的政策 包括扩大受监督的毒品注射点建立一个专门用于精神卫生和成瘾的治疗部门 以及公共资助纳洛同试剂盒的快速分发系统 这份名为《停止伤害悲失省使用毒品的人合法化》的报告 引用了悲失省受管制药物和物质法下2008年至2017年发生244000多起罪行 其中81%是盗窃等非暴力犯罪 超过3700人死于可预防的毒品过量服用 亨利对悲失省自2016年以来制止过量毒品危机的政策进行了概述 强调非刑事化是制止过量毒品的根本基础和必要条件 建议省政府紧急将非毒品藏匿为个人用途 称毒品使用要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 亨利说目前基于刑事司法的框架为吸毒者获得治疗服务设置了障碍 并使人们待在家里吸毒造成单独使用和死亡 他建议研究如何将拥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合法化 东南亚社会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二公开表示 鉴于目前的形势 未来几周内将会向加拿大宣战 据CNN菲律宾报道 接受媒体采访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称 我可能下星期就会警告加拿大 如果他们依然不能把垃圾清出去 我们将与加拿大开战 我们无论怎样也能对付他们 其实惹得杜特尔特大动肝火 甚至不惜与加拿大开战 其实还真的就是一批 已经在菲律宾港口腐烂到快降解的加拿大垃圾 2013年到2014年间 总共有103个装油2450吨垃圾的集装箱 被送达菲律宾 菲律宾海关人员在检查这些外部贴有 可回收塑料标签的垃圾箱时 却意外地发现所有的垃圾都是不可回收的 负责垃圾货运的加拿大司企 没有任何进口许可 因此这批垃圾被菲律宾宣布为非法 据菲律宾媒体称 这些垃圾中装满了来自加拿大家庭的垃圾 包括电子废料 成人止尿布 各种塑料袋和厨余垃圾等等 由于一直得不到妥善处理 这些垃圾已经腐烂快6年了 而且垃圾堆放的港口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旁边 很多郊区的居民都能闻到垃圾散发的臭味 苦不堪言 虽然菲律宾法院2016年就下令让加拿大赶紧把这些垃圾弄走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此前也一直表态 称他非常致力于寻求解决垃圾问题的方法 而据称 加拿大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尝试说服菲律宾自行处理这些垃圾 这也不奇怪 从2017年开始 中国突然开始禁止进口洋垃圾 减少洋垃圾对国内环境的危害 结果这瞬间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垃圾 无处可去的局面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发达国家 自己没有能力回收垃圾 各地垃圾厂纷纷告急 大约也是从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开始之后的一个月 加拿大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突然变得十分积极 包括停止使用塑料吸管等 菲律宾的这2450吨垃圾债 如果真的运回加拿大 对已经在垃圾问题上焦头烂额的加拿大人来说 也是灾难性的 但是根据巴塞尔公约 发达国家禁止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向发展中国家运送有毒或危险废物 而且根据公约 加拿大还理应交给菲律宾 1000万加元以上 3000万加元以下的赔偿款 除了旋转外 杜特尔特还强硬放话说 他要亲自把所有的垃圾都装船运回加拿大 然后让加拿大准备一个隆重的交接仪式 最近加拿大各地区的油价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大温当属其中之最 甚至可以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 从154到160到169 现在直接飙到了178.9 大温的油价已经坐上了火箭一般 连续四次创下了全北美最贵记录 且到现在数字仍然在不断刷新 难怪已经有小伙伴们开始计划逃离大温 由于大温地区的油价持续飙升 美国边境的油价也跟着上涨不少 因为BC省车主很多都南下跨境加油 美国华盛顿州Blind市加油站经理Chris指出 因受到BC省油价屡创新高的影响 华盛顿油价也是屡创新高 在过去一个月 西雅图每家轮油价上升了0.4美元 大家都已经穷到吃土 自然有人被逼上梁山 动起了歪心邪念 据报道 Maple Ridge地区已经连续出现居民报警 反映私家车被偷油的情况 你没有看错 就是偷油 而且作案的手法实在是恶劣 偷你车里的油顺便把你的油箱也毁了 或许不小心还把你的车给划了 受害人John Peters表示 从周日晚上就开始发现了这个情况 当时他看到油箱里还有四分之一的油 想着足够他开车去Artgrove工作再回来 但是他开车回家的途中既然发现油箱报警油没了 所以他就不得不找个油站 花了130元把油箱加满 可悲剧依旧继续 开了没几步 还没有到Golden Ears Bridge的时候 刚刚才加满的油 竟然只剩下一半 这个异常的情况引起了Peters的注意 他立即下车查看 才发现油箱上有一个八分之三英寸的洞 目前Peters还没有向RCMP报警 但是RCMP发言人Branda表示 无论何时 如果居民发生这种情况 都应该及时向警方报案 为了解决漏油的问题 Peters暂时用了一个锁环装配了一个自制的插头 然后会自己把破洞修好 因为如果去找修车行的话 修车成本在1000元左右 就算找保险索赔也要自费300 实在是太贵了 其实这种偷油作案手法已经屡见不鲜 这两年一直都有戒连发生 越来越多汽油的油箱都被人故意用钻头扎破 疑似偷油 而且这些案件基本都发生在油价上涨期间 去年兰里就发生了不少类似事件 大油箱的卡车 货车自然是他们的最爱 被盗窃了汽油的司机 不是损失了几十上百块油钱那么简单 光修理油箱就得几千块 碰上了这样的偷油贼 司机真的非常愤怒 当然 也有网友质疑 这样偷油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偷油 万一哪里冒出点火星 那就是一场BBQ 而大文地区一位汽车服务公司的老板表示 自己也是饱受偷油贼的困扰 他不希望自己的汽车商店 因为一连串的燃油盗窃事件而发生爆炸 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盗窃事件 多个窃贼用钻头钻进油箱 把油偷走的同时 也把自己的汽车弄得惨不忍睹 这位老板Franco称 这种钻油箱的方法非常愚蠢 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炸死 所以 各位开车的小伙伴们 最近一定要特别注意油箱和油的使用情况 如果有异常情况 请及时报警 很多华人心里一直都存在一个疑问 在进入加拿大海关的时候 中国游客容易被抽捡行李 有些人则容易被叫进移民局的小黑屋 过程还得说得相当的吓人 不过 根据CBC今天的一份报告 原来所有的这些都是真的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发现 来自某些地区的游客 需要进行二次检查的几率 远高于来自美国或西欧游客 CBSA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发现 无论是移民复查还是海关复查 原籍国不同影响很大 来自中国的旅客抽捡 也比欧洲的要高得多 2018年5月 CTV新闻发表报告称 指二次检查的推荐对来自某些国家 和地区的旅客有偏见 于是 CBSA特别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来分析这些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2018年7月 CBSA将航空旅客二次检查的推荐分析 交给了移民部长哈森 而该文件显示 结果似乎印证了CTV的新闻报道 2017年 约有350万名抵达加拿大机场的旅客 被标记为二次检查 移民或海关原因 例如缴纳税款费用 或其他有关健康或进口的要求 分析报告显示 随机抽选进行二次检查的概率非常小 2017年仅有7万人次 占不足2% CBSA分析发现 二次检查的比率 根据其原籍国不同 而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 原籍国伊朗的旅客 因海关二次检查的可能性 大约是冰岛的20倍 而移民负检的概率 则是冰岛的6倍 中国旅客被抽检的几率虽然没有伊朗 雅买加的高 但也有5.9%的中国旅客被要求二次检查 远远高于西欧国家 例如冰岛1.4% 丹麦1.9% 英国2% 爱尔兰2.1% 德国2.3% 接着是美国游客有2.4%被抽查 CBSA否认根据种族相貌决定二次抽检 CBSA发现了Jayden Robson在一封邮件中说 所有进入加拿大国境的旅客 包括加拿大公民 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和规定 无论其国籍 种族 性别如何 研究结果还发现 决定二次抽检大部分是来自护照机器的转介 200万次海关二次检查的案例中 CBS工作人员决定抽检的数量 实际上只有约14万次 其余都是由机器是自动决定的 与海关相比 移民二次检查更取随机性 海关复检的案件主要是 食品检查或支付关税等事项的强制性命令 但即使是随机性的移民检查 也是大部分通过机器识别 而不是边境工作人员进行 移民二次检查的主要原因是 信息不完整 停留时间超过6个月 或永久居民卡接近有效期 CBSA分析称 边境工作人员随机转介 需要值班人员自行决定或判断 这可能涉及个人偏见的转介类型 但CBSA内部通讯暗示 机器处理不同种族的问题 也可能受到影响 CBC新闻还获得了一份题为 检查机器面部匹配的报告 该报道讨论了错误匹配率 错误匹配率包括积极误报和消极误报 有无辜者被错误的标记为装枪作势问题 也有误检为伪造文件 护照照片不匹配等问题 所以 华人过关一定要如实填报资料 不要带违禁物品 包括食物 植物等 不然有多重检查 CBSA提醒公众 切勿携带任何肉制品入境 若违反规定 可能面临最高1300加元的罚款 甚至可能被起诉 知道了加拿大CBSA检查的内幕数据 大家以后过关要更加小心 不然轻则抽检行李 重则进小黑屋 如果您有幸在今年1月28日 抢到了父母和祖父母担保移民申请名额 现在实质性进展开始了 联邦移民部4月24日已经开始向被选中的申请担保人 发出移民申请邀请通知 移民部提醒 或邀移民申请担保人从收到邀请电邮计算 有60天的递交申请材料准备期 千万不要错过 联邦移民部表示 从4月24日起将向成功递交移民意愿表格的申请担保人 根据其获得移民意愿表格的先后顺序 陆续发出移民申请邀请电邮通知 发出电邮通知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请申请担保人随时留意你填写移民意愿表格时留下的邮箱 移民部还特别提醒同时检查邮箱中的垃圾邮件 可能由于邮路拥挤 把移民邀请通知当作垃圾邮件 今年移民部是第一次废除以前的抽签摇号制度 因为这个制度备受申请人诟病 不料改为先到先得制度后 因为僧多州少 时机开放2.7万个名额 11分钟被抢空 很多人辛苦准备了好久 却因为手慢措施机遇 不少人哭诉到 连表格都没填完 就显示申请系统已经关闭了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